注意一下就是我们上课的网址 那第二个的话,你进来之后的话,这边会有个教学论坛 那我每一次上课 当然第一次上课除外 之后的上课会把它贴到这个论坛里面 那也就是说,你将来之后呢 假如要再收到相关的这个影片连结的话 那请自行再加入,那加入的时候请告诉你的名字 OK,因为我要确定说你是不是上这个班的同学 如果不确定的话,我就没帮你加进来 那你可能再看一下 或者再提出一下要求 然后进到里面的话,基本上这个连结 记得第一个这个连结 我们是因为这个是进阶班的部分 然后进来之后的话 我会把每一次上课的影片贴到这里 那如果你有加进来的话 理论上,就是会收到你的email会收到这个连结 那连结里面的话,基本上我会把那个上课的清单先加进来 第几次上课,然后呢 上课连结 上个礼拜基本上我们大概做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包含就是说那个问卷调查 然后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有同学是程度好,有同学程度差 不过落差,似乎好像进阶的就是大概 我们取一个中间词吧 另外的话呢,那个上课环境记得 如果假如你忘记的话,上个礼拜我们基本上是从云端这个网址里面找到安装环境 那我是把它解到哪 这个下载之后的话,解到那个我们的C碟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D碟 解到C碟之后的话,这边会有一个叫Python384 里面会有一个叫Scripps里面 那就会我们的环境就是用这个Spider来开发 那你把它打开之后的话,这个Spider就打开了 就在这上面写程式 以后的话,如果你要写程式的话 非常简单,就开一个新的文件,那就可以开始写程式了 理论上我会把这个注解先删掉 那就把程式写在这里 那你要Run的话,就从这边Run就可以了 基本上大概的步骤大概是这样子 那除非说上个礼拜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 就是说,我的那个Spider的预设环境 是把它摆在那个就是低叠啦 那如果你要改的话,记得你可能要用右键 Edit with Notepad Plus 然后呢,记得把那个Spider 3.1xc这个档案打开 然后把这个卷轴拉到最下面 把这个原来,最下面这边就有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的话,预设好像是低叠,低帽号斜线 那把D改成C,这样就OK了 那开起来应该里面上应该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就可以开始Run我们的程式了 那上个礼拜的话,基本上我们大概 大概讲了列席下载资料 当然我们先从最简单的CSV开始 那因为呢,这个CSV它一个比较 它结构相对简单很多 理论上的话,它可以直接用那个也是有开启 那里面的话,它当然 其实它本身CSV就是一个文字档案 甚至你用那个记事本也可以开 那这个CSV,它里面最重要就是它分格符号一定是逗点 所以如果你中间加逗点,它就认为是分蓝的符号 所以有的时候,假如说你那个资料里面有逗点的话 那就会冲突了,OK 所以特别注意,假如说你在资料里面也有逗点 它也会认为说,那个是蓝位分格的部分 那怎么办?你可能要做一些动作 就是要把它移掉 要不然就取代成别的符号 就不能要逗点就对了,OK 所以有时候冲码的问题可能要特别小心 而且冲码问题可能是程式最常遇到的 为什么?因为可能有些符号是保留符号 那那个符号呢不应该有 可是你资料里面却有,那怎么办? 那你就要想办法把它拿掉 那最常用到的那个方法就是 用一个字串的函数叫repress repress就给它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你要把什么东西取代成什么东西 把它取代一下 基本上那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所以有的时候当然就见招拆招啦 当然我是建议各位可以多多的去练习 那练习的话,如果你现在找不到相关的档案的话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从那个 像我上个礼拜特别强调 你可以从那个政府的开放资料里面去找 所以比如说你这边打开放资料 那这边的话就会有一堆了 比如说今天的话,假设我们今天的主题 延伸到开放资料 对开放 那你可以开放资料啦 那这边的话就会有那个政府的开放资料平台 那网址其实蛮好记的 就是data.gov.tw ok 那你就是进到里面的话 基本上呢 它的那个资料非常非常的多 印象中好像它有分门别类 总共它分成二四六 十八类啦 哇,这么多 那当然你也可以按照类 不是,底下好像还有一八类 对不对 那另外的话呢 如果说你要按照类别 比如按照那个档案格式去找的话 那你可以从那个资料集里面的全部资料集浏览 那比如说上个礼拜我们是专门找那个CSV的话 你可以把卷轴移到最下面 这边就有CSV ok,有没有 三万多 三万七千一百零四种 那每一个其实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料 你可以拿这个资料做很多事情 比如知道一下那个政府目前的一些状况 包含衣食住行啊 或者是治安啊 或者是交通啊 等等的 其实就有 像上一半没有用那个切到按键嘛 那切到按键的话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资料 去做一些分析 比如说到底 汽车哪 汽车按键台北市哪些地方 最容易发生 那甚至啦 将来或许你还可以 结合所谓的那个 地图啦 有没有 其实有时候你那个 哪些区域 有时候很抽象 你看资料OK 那问题是 如果最好是可以 把那些切到的点位 全部都帮你打在那个 就是地图上面 比如用红色标记 Mark一下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哪些打的标记最多 那表示那个地方是这个区嘛 对不对 当然 你现在那个 Map 部分的话 蛮多都有啦 在Excel里面 新的版本 不过我记得好像要2013以后 才有那个 叫Excel Map 它就可以把那个什么 你的相关资料 就丢给 它就帮你打地标了 OK 而且蛮简单的 里面其实也没有做什么设定 那今天的话延伸了 所以今天请各位 我们 这个档案类型里面 第二多的是 所谓的那个Jackson 所以待会请各位 帮我找一下Jackson 那Jackson里面的话 他也不谎多啦 虽然CSV最多 不知道你们想说 为什么CSV最多 当然可以理解 第一个 因为Excel可能大家 用的比较习惯 所以CSV 完全是可以用Excel来开的 那第二个的话 它的结构非常简单 就是中间 豆点分隔嘛 但是 后面要讲的那个Jackson 跟XML 就不是这么简单的 为什么呢 因为Jackson 它的结构里面 可能是大瓜糊 也可能是中瓜糊 也有可能它里面是 这个这个 字串 也有可能是数字 反正在各种形态都有 OK 所以如果你要解析Jackson 格式的话 其实相对起来 是比较麻烦的 那如果说你要练习啦 当然如果你将来 因为我发现现在 越来越普遍 像很多的程式 或不一定程式 反正就是交换资料 API 基本上都用Jackson 当成是一个 所谓的 标准的一个 资料交换格式 或者是把它当成平台 OK 所以如果你假设 你对Jackson 不熟悉的话 那以后应该会是麻烦 那就是说 比如说将来 我们上中下游的厂商 互相要交换资料的话 它其实就会跟你讲 我给你一个API连结 那你自己去抓就好了 那他们实际上 就是去维护那个 那个连结就好了 可能它放在他们公司的 上面 那当然这个资料 会不断更新 大概多久更新就不知道了 反正就是会更新 你就去抓这个就好了 那好处就是说 它维护也方便 那你抓也方便 那只是说 你要怎么知道 Jackson格式 怎么去抓 那是不是每次看到 什么样的Jackson格式 你都可以成功的去抓取 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 那当然你会发现 Jackson的难度 会比CSV高很多 主要是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 如果你假设你从来没接触过 像Javascript或Java的话 你会更头痛 因为其实它 这个Jackson的起源 你们也可以Google一下 那跟Java 跟Javascript 其实有相关的渊源 其实它的好处就是说 直接就可以把它引用到Java 就变成一个物件 那物件里面就有它的成员 就属性 那你可以把属性里面的资料 就直接抓过来就好了 其实如果拿到Java里面用 是非常好用的 但是如果拿到Python的话 那该怎么用 特别是里面有大瓜糊 大瓜糊对应到Python 就是它说的字典的心态 中瓜糊的话就是串列 那我们要怎么去解析 所以待会第一件事情 请各位先找一下 我们就用这个好了 里面有一万多种 当然不是叫你全部练习 不过如果你大概可以练习一个 几十种 十个以上 二十个以上的话 我想你慢慢就会比较有心得了 以后遇到什么样的Jajson格式 你也不用担心了 你看 简单啦 这其实没什么 那我会跟各位讲 怎么样去解析它 然后呢 怎么样看到什么样的关键的地方 给它做什么样的对应的动作 它就会自动的帮我们把资料 解决下来 那看你要怎么样转 你可以把它放在资料库 你可以把它再转成 这个Ecell可以好读取的CSV 或者是转到你想要放的地方 其实都OK 所以第一个 请你找到那个开放资料里面的Jajson 然后按个筛选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会帮我们把 所有呢 有那个Jajson格式的档案 通通帮我列出来 不过它这个列的方式 是好像是上下新的到旧的 所以这个是新的 那你可以用新的到旧的 不过我的习惯 我还是比较习惯去找什么 找那个 因为当然资料 如果越多人用 表示越热门 越热门 表示说什么 大家比较关心 比较关心的话 当然 相对呢 你做起来会比较有感觉 不然的话 如果你假设做了一个东西 大家都不想用的话 那其实感觉没有什么成就感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假设做东西 大家都可以用的话 那不是很好吗 所以呢 我第二个动作 先找 第一个动作先找 Jajson 筛选一下 第二个动作呢 找什么 找那个浏览次数 或者下载次数 最多的 比如说浏览次数 多到少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呢 就会帮我列出来 那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就是什么 各乡镇的人口密度统计 那基本上它的结构大概是这样 这个是浏览 浏览 你看这边 怎么没有这么多人浏览 而且更新日期这边也会显示出来 那这个是护证师提供的资料 那另外当然有留言 留言大概也有十个人留言 那当然我们如果要看里面详细资料的话 你可以点进来 点进来之后 你会发现 它提供的资料 它会列出来 然后并且跟你讲说 哦 这里下的话主要栏位有这些 分别是哪一年 然后 哪个区域 年底的人数 面积跟人口密度 那其实我们主要是想知道 人口密度全台湾哪个密度 哪个区的人口密度最高 那其实这边大家有CSV CSV 你下载也可以直接用以色谷 那不过 假设我们今天要练习的是那个Jetson的话 那我是建议直接拿这一个 109年 等于最新的 然后呢 的Jetson格式 OK 所以在这里 所以你会发现 它的格式前面只給你一個API 那你可以檢視資料一下 比如109年檢視一下 那它提供的網址就這一個 當然你可以點一下這個網址 它會把這個網址裡面的資料跳出來 並且告訴你說 它的欄位有這些 總共有12345個欄位 OK 然後呢它的格式是UTU8 然後 它底下大概什麼時候 然後去年已經有半年的時間了 OK 點擊這個之後 你會發現它會給我們這樣的結果 那你可以看到 它跳出來的 就是 這個就是裡面的資料 那你會發現 它其實有一些固定的結構 不過我是建議 你現在這樣看 你會覺得蠻頭痛的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大瓜糊 特別叫大瓜糊開頭 一定有大瓜糊結尾 然後呢 如果是大瓜糊的話 它一定是字典 那字典的結構一定有個KEY 冒號後面一定有個VALUE 那逗點就下一個 所以這個是第一筆資料 它的KEY是這一個 它的VALUE 有點KEY有點像是它的什麼 它的 它的藍位 它的編號吧 然後對應到裡面的VALUE 就是它的資料 然後第二個的話 是比較 它對應到 你會發現這個KEY KEY後面的話又有一個什麼 你會發現 它在一個 這個字典裡面又有一個字典 有沒有 那這個字典的話 你會看頭在這裡 然後尾巴在哪裡 尾巴在 尾巴在 尾巴可能要往後長 所以如果你直接 用這樣的去分析的話 要看這個資料 其實還蠻辛苦的 那我是建議 你可以用一個工具 你把這個資料貼到那個工具上面 它可以馬上幫你解析出來 那工具叫做Jetson Edit 那你們可以從哪邊去找到 可以從那個我的雲端上面 找到雲端白板 的第0601的單元 這個單元 OK 那上個禮拜是CSV 然後今天我們主軸是 來講那個Jetson 所以我們主要是找那個最熱門的 這上禮拜的部分 OK 然後今天的話呢 就往下拉 那你可以看到 底下的部分的話 請你找到第二個單元 就是有關 這第一個單元 CSV 那第二個單元的話呢 我們就是Jetson 到這裡 那請各位呢 找到有一個 這邊有 我利用這個格式化工具 它叫什麼 JetsonEditOnline.org 我是還蠻喜歡這個工具的 第一個它不用安裝 第二個 免費 OK 第三個 你剛剛看到這些資料 你會頭很暈 這真的不要 先不要看 你剛才Ctrl-A全選 Ctrl-C 把它Ctrl-A、C之後 貼到這個裡面來 那貼的話呢 你就直接把原來資料蓋過去就好了 好 那貼上之後 你想說老師沒什麼變化 跟各位講 它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直接按一個Tree 接下來 你就知道說它怎麼對應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按個Tree之後的話 就是 你會發現最壞成這個object 物件 它是大瓜糊 所以如果是大瓜糊的話 你就把它當字典處理 然後呢 我們要的資料在哪裡 你會發現這個Tree 這個object裡面會有兩個東西 那我要的是應該是第二個東西 裡面的什麼呢 應該是這個regio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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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面 那你會發現 它有一些比較重要的部分 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呢 它的 符號 有沒有 而且喔 裡面告訴你 裡面有幾筆資料 有沒有 2的話就兩筆資料 然後下一層的話呢 就是 欸 又是大瓜糊 所以它又是一個字典 那這個字典裡面有五個 五筆資料 好 五筆資料 然後我們主要要抓的資料在哪裡 再抓這個 有沒有 recourse 裡面的話是一個什麼 中瓜糊 如果是中瓜糊的話 它是串列 它就沒有Key跟Value 它就只有一個資料 其實你可以把它這樣就只有Value 沒有Key OK 那就中瓜糊 裡面的話 總共的話就是會有375筆資料 那我如果已經知道這個架構的話 其實我就可以把對應的層次寫出來 就可以把資料抓回來了 OK 那你也可以這樣切啦 甚至你可以再切到Core 切過來的話 跟剛剛有什麼不一樣 它會幫你做個階層 結構化一下 有沒有 你會發現 從這邊看 至少你可以知道大瓜糊 裡面的話會有一個兩個資料 有沒有 一個Key 一個Value 然後這個Key的Value裡面 又有一個欄位 這個欄位 那它底下就會有這些資料 OK 那這個資料裡面的話有幾個欄位 一二三四五個欄位 那理論上 其實我們要抓的是這個 其他資料應該是不要的 主要是這個 那你會發現 但這個資料也蠻妙的 它第一筆資料其實是欄位名稱 其實欄位名稱 理論上我們 如果 看要不要抓 如果要的話 你就直接 假設你對應到CSV 是可以把它拿來當 這個第一個欄位 就是那個上面 第一列的資料 那底下的話 再把資料 全部都把它抓下來 所以請各位 先大概 試一下 就是先找到我們要的資料 然後 這個是第一個 也許你們可以試試看 不過第一個就已經難度比較高了 那再來的話 其他還有什麼 像那個 就是 i Taiwan 假設你 希望在 外面 用一些免費的Wi-Fi的話 有沒有什麼地方 可以找到熱點 其實它這邊就有公佈資料 裡面的話 到底在什麼地方 這邊都會列出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然後 其他的話 什麼 空氣品質 紫外線 還有這個是 這個台鐵的進出人次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反正 這邊有一萬多種資料 那你不是說 全部每個一萬多種 全部練習 你就找那個 你最有興趣的資料 那我們主要目標是說 我只要看到Jason 人家給我什麼樣的格式 那我就可以很快的 把他 這個裡面的資料 解析出來 並且呢 可以把它存檔 那 當然可以把它轉檔 比如說 比較習慣的 也許我希望把它轉成 ECL裡面可以用的一個檔案資料的話 那 當然最基本的 我們至少轉成CSV吧 OK 以後如果你甚至要存成 這個 ECL檔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你在額外再裝像 Pandas 你就可以再把它存成 ECL 那請各位呢 先稍微看一下 我們剛剛主要重點 第一個 你到開放資料裡面 找那個Jason 記得篩選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記得把這個點打勾之後 下面一個篩選 按一下 然後呢 再從那個 排序裡面 我是建議 從那個流感次數多的到少的 那比如說 假設啦 我們今天要抓 我們假設 今天是希望抓這個好了 各鄉鎮 這個市區人口密度 的資料 那我們希望把100 他這邊109年的資料 把它解析出來 那第一個目標是 可以在Python裡面 幫我先把它解析出來 那第二個目標的話 也許可以幫我再把它 存成CSV檔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